萧长荣交代 9月20日 也就是案发后第三天 刘农军曾让自己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 说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 当晚自己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去找刘农军时 遇到了一个叫冯江的预警 据说此人是刘农军从小到大的朋友 也是来帮忙的 当晚刘农军一伙就将69件 价值连城的文物打包成12箱 之后分别转移到了不同的地方 其中就包括警方已经找到的物件 这天凌晨 武汉和开封两地公安联合行动 将一个普通住宅楼秘密包围 这里就是冯江的住处 冯江是一名狱警配有枪械 警方对这次抓捕进行了周密捕捉 冯江和肖长龙相继落马 被警方的破案打开了突破口 据冯江交代 在将文物全部转移到外地后 刘农军就离开了武汉 而当初前往开封盗窃的69件国宝的 除了老大刘农军 老二刘静 还有两个人 老三 文西山 33岁 湖南人 外号江阳大道 根据调查 此人从小习武 身手了得 是这四名同伙中盗窃技术最高的人 曾因盗窃罪被判九年 出狱后长期流窜作案 老四李军 吉林人 此人与文西山齐名 并称南北大道 在这次犯下的大案中 正是他与文西山一同潜入博物馆 盗窃本物 这个冯江还交代 刘农军离开武汉之后 就躲在广州的郊区 但具体在什么地方 他就不知道 为了争取事件 武和平他们立即赶往广州 几经周折 找到了刘农军藏匿的那股黄泽小龙 可此时 刘农军却早已不知去向 现场只有大量用来运送文物的空纸箱 以及一张清单 上面记录着的正是918大案 丢失文物的名单 此时 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名单 刘农军持有 为了瑞拉和泰国两国护照 他很可能在广州卖掉文物后 写款外逃 肖长龙和冯江相继落网 这一下子 刘农军就成了惊弓之一 摆在他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 一条路 卖掉文物 写款外逃 而另外一条路 就是在国内继续紧张 和我们捉迷好 但不管它怎么 我们只要关上大门堵住了 如果他携款外逃 那就是自投罗网 要是他继续潜藏 好啊 那我们就奉陪到了 1992年12月20日 时任开封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 进京请求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中心局 发出对开封盗保案 四名主犯 刘农军 刘靖 文西山 李军 四人的通缉令 中国中心局同意发出红色通缉令 既拿四名案发归案 公安部提出要求国际刑警介入协助 抓捕龙农军 必须尽快破案 追回下落不明的 62件国宝文物 这下是阵势可闹大了 要我看 就光这阵势 就能把这和盗保子吓得个半死 现在那几十件国宝 可成了烫手山蚁 谁敢接受